嘿,是不是以为我在一个超过200平的大平层里面 其实这里只有121平 嘿,不要以为你们在用放大镜看哦 今天今天要教你们的就是 怎么样让空间翻倍的各种小tips 它采用书房和客厅打通的设计 会觉得这个客厅非常的宽敞绘绰 第二点,善用颜色背景 就像我们人一样啊 你看我们摄像平时都只穿黑色 像点点就可以穿浅色 为什么呢 因为黑色显瘦,白色显胖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但是在空间里面其实也是一样 整体它的感觉都是浅色系的 第一,它会显得简约高级 它会让你室内的空间整个膨胀起来 所以会显得更加的大和通透 还有第三点啊 它所有的采用的是吊顶都是无主灯的设计 那整体的层高瞬间就拔高了很多 第四点,它非常的善于用通透性的材质 比如说它使用了这种长红玻璃作为门 那它的通透性就会更好一些 同时它可以非常实用的阻隔厨房的油烟 所以你做那种四川菜、江西菜这种爆炒的 就非常的OK 那厨房你看也是非常聪明 它虽然面积不是说非常的大 但是它整体的使用感是很好的 也是用了一个全白的设计 包括嵌入式的冰箱 所以整体会觉得它是在一个平面 一个一体化的感觉 OK接下来呢 我们就到里面的休息空间去看一下 我们到主卧的空间了 你们看我坐在飘窗上应该看过十万八千次了吧 摄像疯狂点头钟对不对 你看飘窗除了能坐着还能干嘛呢 还能储物 做了一个飘窗式的还可以抽拉的书桌 或者是我们女生的梳妆台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 121瓶直接到200瓶以上的小TS get了没有